熱的時候你把它噴水 然後我們是噴身體 這個氣身 我通常族邊就是這個打底 起來就是氣身 然後收口 這裡可能 我不知道你們 會不會很容易進入狀況 但是我還是 我們就壓二一次就好了 什麼叫壓二 來隨便一個點 這一個它是斜右邊的 你看這裡是不是有第六點 這一支壓一支了 壓兩支 來這裡壓兩支 一二三 第三支拉起來 這個就是壓二 剛剛你一直有做錯 就是我跟你說 我們要壓一 你壓了兩支 那個就是壓二 然後我們在基本邊的時候 壓二條二它是密的 現在在這邊它是有孔洞的 會比較不容易看 可是你記得 我們在說壓挑 就是我以外層這一支來說 去壓這兩支 叫做壓二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這兩段 這個它這裡有沒有 壓兩支了 好就這樣壓二 好你就顧一邊就好了 然後再挑起來 為什麼第三支把它指住這邊 這個階段就是壓二 我們這裡都是壓一 到這一層就是壓二 為什麼要做壓二呢 等一下我們收下去的時候 我說過了 這裡才會有點斜斜的 你的口不是很大 會縮下去 因為我們今天的竹筆也不是很長 如果很長的話 我們可以壓二挑二 兩次 就兩回 它會更收下去 你的口會很漂亮 因為我要預留這長度長也 為什麼等一下我們用乳口邊 挑五壓三 你挑的支數越多 你的口呢 那個收起來的那個弧度呢 跟形狀會很漂亮 你只要是挑三壓三 挑的越少 你這邊口就過過 就不是很美 好就是這樣而已 好 這邊 我已經找出來這兩支 好了之後 來 你看一下喔 我們 通常我第一支找出來之後呢 我會整排這樣 為什麼 一起喔 因為為什麼 這樣 就是壓兩支 裡面的整排 你拿上來 放一支 這樣不是嗎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來 等一下你是斜右邊的 你就往左邊走 斜左邊的 往右邊走 來怎麼說呢 來這裡 這是我剛才第一支 放下去了 好 應該是這裡 然後我這裡整排的 外圈的 我這樣拿著 左手 右手 然後 內圈的喔 你看喔 這裡是壓二 ok了 然後這個 這一支 外圈放一 所以中間開始壓 對 六 六 像那邊 六七八 壓兩支 七八六 是七八六 用那邊 其實要是在這條 還是中間 不是 我是說 壓二要先這裡 還這裡 都可以 你七十點要從哪邊都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這邊 我已經壓好了 這三支好了 來這邊 你就是 拿裡面的 拿一支 這也說壓二 外面放一支 就這樣 壓著幾 對,有的人可能看得懂,有的人看不懂 我不用一支一支做,可以嗎? 其實我這樣也是一支一支做 只是說,我找到說,我只要拿裡面的一支之後 你看它就壓二了嘛,放一支外面的進去 就位置交換而已 好,我這樣往左邊走 你看它這邊,這一支有沒有,壓兩支了 第三支拿起來,這一支把它用下去 然後這裡,我習慣這樣 有時候你可能看老媽媽或老公 她一直手這樣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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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她就很快,因為它是一層一層這樣編起來的 好,這樣拿起來 好,這樣 我老師做是比較簡單 對,你們看我用很簡單 然後這一層我們只要,你這個做好就好 你就邊拿,你看,你只要看眼睛看這一條 壓二,好,OK的,這裡再拿起來 對,老師,這樣再放掉,等一下這邊 這裡齁,這裡你盡量,因為我們現在 把斜左邊放出來之後,上面 就盡量不要讓它卡住 應該還是同一個方向 對,同一個方向,這樣 這樣,OK嗎?不然誰的有做兩個在哪裡給我一下 好,這樣,你們再看一下好了 好,你看我快做完了喔 因為我快做完了喔 好,這裡也好了 你調到後面 已經沒得挑的時候,就是做完了 你看,做完了 到這邊,你看,斜同方向都在外面了 這樣我們就壓二了 好,這個方向已經壓兩隻了 好,然後你用好的同學,就這個先放著 然後,你這個孔洞自己再調一下 好 好,現在有人把反方向的來 對,有一個反方向的 對,有一個反方向的 七的跟六的不一樣 對啊 沒有,你這個跟他六的一樣 對 來,這個不一樣的齁 然後這個齁,我調整一下 因為他,他沒有把它調好齁 他變成上面還最糾結 好,我們從這邊,以上 這邊都不要編 好,就把它很清楚的 像這裡,你看 這個都是糾結啦齁 欸,不叫編齁,亂七八糟的齁 先看你做這個 你還沒拉好齁 應該有了,我看他已經 好,這個呢 跟剛剛那是顛倒的 我們以上面這一層 去看壓 壓兩個 好,你看喔 這個就,因為這個剛好他 壓兩個 對 他這裡剛好壓一條一在這邊 所以我們這裡 往後面這裡一二嘛齁 來,這個,來看好 一二三 第三隻 跟後面的拿起來 這一隻放下去 來,這裡懂了嗎齁 好,我手是這裡外圈的拿著 全部齁 然後我的左手 往這邊跑喔 然後裡面一隻 外面放一隻 壓二有沒有 完全一隻 壓二 然後這裡 這樣 你只要找到一隻之後 你知道往哪邊跑嗎 那時候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你要往哪邊跑 好,然後你看這裡 因為我們這邊的 為什麼我要往右邊跑 因為他斜這邊嘛 你看壓二之後 裡面的是斜右邊 所以我就這樣拿起來 所以我往這邊跑 那我剛剛是往左邊跑 方向相反而已 如果你這個理懂之後 其實 有的 真的有的人說 老師你那麼快 而且看又更快 不用看啦 對啊 你根本就不用看 有的人還可以一邊跟你聊天 你看我現在這樣 我這樣抓起來嘛 我只要下一條拿起來 這樣 然後其實你們 慢慢做可以看得出來 怎麼看呢 你這樣這一條 就是壓二嘛 壓這兩隻 這也是挑一的嘛 壓二 然後第三隻拿起來 你就一隻一隻 你看 這樣 兩隻有沒有 再這一隻 壓二 這樣就對了 這個 上面這一層 壓兩條就對了 這樣去看 啊 把第三 第三條拿起來 跟後面的 三四五六七八 那個都拿起來 就不知不覺 就繞了一圈 這樣外面差不多變完 對 所以我知道這個 又要我把它變完 你看 沒關係 讓你們多看一下 其實就是這樣 壓兩條了嘛 你可以這樣慢慢看 如果今天 不知道 你編到這樣 奇怪 你看這一條 看一下 一二三 第三條 就拿起來 好 這樣就是 這隻要拿起來之後 他才能止住 這就叫 壓二 好 然後這裡 我們再看 如果你一下子沒有進 你看 OK了 又一圈了 就結束了 如果你壓到後面 我搭 鞭了 已經繞一圈了 我自己 十二年不用說 好 謝謝